C罗作为世界祖坛最出名的巨星之一 身价非常高 拥有的财富也是让人很惊讶的 但是在采访中C罗居然表示自己最喜欢的中国食物居然是千家万户 经常能够吃到的炒饭 在采访中 C罗的表情也是蒙翻了众多的人 不过 他表示喜欢吃炒饭 还是让人比较惊讶的 更有不少网友表示我天天吃 C罗在赛场上的表现也是让很多人为之惊叹 很多人都说喜欢C罗是起于颜值 到后来终于球技 他在赛场上吃炒 也是让很多人欢呼 不难看出他是一个高情商的人 也算是一个优质球星了 所以他表示喜欢吃炒饭 确实让人很惊讶 炒饭作为我们国家的传统食物 是受到很多的人的追捧的 但是C罗也没有明确表示喜欢吃什么炒饭 中国的炒饭可是很多的了 羊肉炒饭 香肠炒饭 西红柿炒饭 咖喱炒饭等等很多品种 也不知道C罗喜欢的是什么食物呢 其实C罗不仅仅是喜欢吃炒饭 在早前他参加某当节目的时候 吃到了中国的饺子 当即就表示他非常喜欢 太好吃了 并吃完了一整盘 看来C罗确实比较喜爱中国的传统美食呢 前段时间见黄马表示要把C罗卖到中国来 也未必不是对他的一种美食关照呢 不过C罗已经转会油文图丝 这就是不可能的了 也祝福C罗在往后的职业生涯中 能够越来越厉害 将黄马知道放弃他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也祝福他能够在下次世界杯的舞台上出现 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评论 谢谢阅读